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人爱吃的拐子饭究竟是何种美味 随州每一条街它都有一个做拐子饭的小门市 本期节目把南北特色冬日早餐带到宁家餐桌 今天我们现场要给大家做这个早餐 听说有两贯据知情人士透露 我面前这些个所有早餐加起来都没有他词实 这第二贯啊 你知道吗 据说这名字特别怪 好些个大伙听都没听过 什么早餐 这啥早餐呀 我还真没见过 赶紧请两位知情人士跟我们来透露透露 解读解读 这早餐究竟是哪的 来欢迎两位 哈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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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咔嚓我一看我首先我就蒙了这是哪个早餐呀 在我们山西这个货子饭是滩滩水水的 有面 有菜 有小米 我们这个货子饭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五五杂粮 加上我们的这个薄皮面把它终于熬出来的 这个叫货子饭 吃了我这个货子饭一上午都不饿 那您打招呼我们认识认识 大家好 我来自山西太原 我叫贾景城 我给我的家人做这个货子饭 做了二十多年 我今天给大家带的是拐子饭 我先卖个关子 反正吃了我的拐子饭 体力啊 精力啊 充沛 管保 对 慈事 来刘大叔我们打一招呼 好好好 我是大家老朋友啊 刘大叔来自于湖北 这个时候呢 北方特别干了 南方特别湿了 没错 早餐得吃饱 但是我之前可是听知情人给我透露了 说两位今天带来这个早餐 吃一顿比面前这些都此时 今天两位带来的碳水十足 为什么在早餐渗入碳水呢 科学研究表明 人体有昼夜节律 来调节营养物质的新陈代谢 而这个过程主要在白天进行 因此最好早点渗入碳水化合物 身体才能早点进行代谢 此外 吃高热量早餐 会产生较大的食物热效应 也就是说 吃高热量早餐 反而能额外多消耗热量 而早餐不吃碳水 无法给大脑活动提供所需要的葡萄糖 从而会降低人的思考能力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碳水化合物摄入 应主要来自全穀物 蔬菜 水果和豆类 由于早餐应占全天总能量的 25%至30% 因此成人在早餐 需要摄入全穀物和杂豆类食物 约15至45克 蔬菜约90至150克 水果约60至105克 那么请放心地在早餐享用碳水吧 先说一下我们的货子饭 货子饭里边加了这个五股杂粮 这个小米是我们的这个五股之手 这个小麦是我们这个五股之味 根据早上吃上一栋 保证你不能身体惨饿 家里老人说 多吃点货子饭 金山银山都不坏 小十号早上经常吃 我今天早上刚做了货子饭 大冷的天 吃点货子饭暖和 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的底摊 呈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不就是小米粥吧 小米粥里边饭花生 见过饭环豆的吗 这不饭玉米的吗 没有见过 小米饭饭粥吧 对 是吧 就拿这东西给我们扛了 没意义 我们还有其他东西还没放了 一会儿放进去 呈现在您面前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货子饭 熬粥的时候 这底汤有什么讲究 跟我们说一说呗 因为山西人熬小米粥 我跟你讲 他们敢说自己熬的水平是第二 没有人敢说第一 小米就是 很许是选用我们 山西的这个小米 锅烧开五六十度的时候 开始下这个小米 这个小米第一 熬的时候容易比较软浪 少放一点碱面 熬出来这个粥 很许它是发黄的 那这个黄豆花生 啥时候加呢 放上小米开锅 十分钟以后 完了加这个花生跟黄豆 我再问一下刘大厨 你知道怎么样 把小米粥的那层油 给它熬出来 往里加大油 不就有油了吗 季老师 这就是南方跟北方的不同 什么是米油呢 当小米粥长时间熬煮时 小米的主要成分淀粉 在加热作用下 会发生护化分解 便形成了一层米油 它细腻 粘稠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氨基酸等营养元素 还有利于促进消化 接下来就让我们学习一下 如何熬米油吧 这个小米是收骨质的时候 已经就是把它洗干净的 熬这个小米的时候是不洗的 不淘米 对 不淘米 这个熬的时候 这个时间 根据说一定要大火烧开以后 用这个小火一直慢熬的 30分钟以上 这个米油就呈现出来了 还是第三点吗 水的跟米的这个比例 是30比1 第四点加在减面 熬的时候比较黏 这个颜色比较黄 这个小米就出来油来了 大家往后边看 今天为大家准备了 咱们的这个蔬菜 各位走过路过的叔叔阿姨 早适给大家南瓜 土豆 这个胡萝卜 啥子准备好了 这些多少加吗 都要往里边加 这个或者放 还是这个随着这个季节 变化而去做的 现在在北方 南瓜 土豆 胡萝卜 就是咱们产见的 到了这个冲天的时候了 淮花 还有咱们的这个鱼钱 这都可以加 到了夏天的时候 莫菜什么油菜 生菜 都可以往里边加 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 这个花生 黄豆 黄豆 南瓜 都能加进去了 都可以往里边放 贾大哥 您可能不是很了解我 在我们家一年不变的主题 就是得吃肉 加点肉呗 不能加肉 加进去 它就不是我们真正的货子饭 你来了不带点诚意 你加点肉咋了 咋都不能加肉 我们这个货子饭里边 可以加点醋 加上醋以后别有一番风味 但是唯独是不能加肉 那这些呢 南瓜呀 您是切好了胡萝卜 土豆 豆角 为啥不一开始 咔全搁进去一起熬了呗 第一 我们的这个饭 小米就出不了那个米油 第二 做的就不香了 听说您做这货子饭是 十里八乡有名的 是的 大冬天吃货子饭的时候 经常就是把这个货子饭 从家里边端出来 不在家里边吃 做到这个大门口 这个石头上面 做到那地方吃 赤裸裸的血咬 对 这已经熬了20多分钟了 现在就可以加这个蔬菜了 南瓜 豆角 土豆 现在这个您看到的这个菜饭 把面条赶进去以后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货子饭 我的天呐 早上喝粥里面加那么多菜 我就忍了 里面还有下面条 对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和好的这个面 这是咱们的这个高粘面 这是高粘面 不好意思 我把面给你戳破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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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高粘面它属于这个醋纤维的 它没有筋道 我怎么感觉您和面技术不合格 可以试一下这个 这个没问题 然后咱们把它和在一起 就赶的时候玩一块 我们小的时候是吃不上这个白面的 那块条件不好 一直用这个高粘面 还有咱们的这个玉米面煮个打 后来我觉得人们加点这个白面 会更好吃一些 现在的时候 人们这个大鱼大肉都吃的比较多了 现在加的这个粗莲 人们肯定会更喜欢吃一些 反正大家觉得现在回到小时候 我们在吃那高粘面的那个记忆 是一种健康的生活 对 对 那咱们这个面是咋活的呢 四份面 一份水 这是活咱们这个面的这个比例 加点碱面 就是加上这个碱面以后 咱们这个面会更筋道一些 嗯 这个时候要加高粱面了 对 包起来 它是个饺子吗 我这样包起来 再出去擀出来 我们这个面 就叫做这个包皮面 哦 所谓的包皮面 包皮面就是这个意思 对 嗯 本来精味分明的两个面 但现在融合得非常好 比例大概就是白面要 白面占四份 咱们这个高粱面占一份 这个现在要是直接吃高粱面 可真吃不了 你高粱面它不能成团呀 对 真吃不了 那过去没有白面的时候 它不也是吃高粱面吗 很多人只知道现在拿高粱做酒 对 嗯 能擀圆吗 不是咱们这个擀面咱太小 它小 上大的有吗 有 在哪后厨 贾大哥 往这看 这个行吗 行行行 我要知道 我把这个擀面杖拿过来的话 如果这个面还擀不圆的话 哈哈哈 我要是知道有这 我刚才就不用这个了 用它这个大的 就是大的这个擀 哎呦 这个就看着就这个手法 就舒服多了 是的 现在给大家切这个 我们的这个包皮面 好 贾大哥 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难题是 你看那锅之后 我们熬成那样 待会怎么下面条 没地下呀 我们喝两碗 拿两碗 对 我们现在喝看什么感觉 待会等他把面条煮里面了 看什么感觉 你们少喝点 一会儿做完了这个获子饭 更好喝 哇 香甜 还挺滑的呢 对 油 油油的感觉 是吧 刘大厨还往里面加大油吗 不一样了 那咱们现在可以下面了吗 下面跳吧 现在可以了 有没有觉得大开眼界 开眼界了 嗯 那咱们面熟了吃呗 现在还不行了 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这个灵魂 还没有做野生的这个麻麻花 我听过麻麻花 我没听过麻麻花 就这个 这个吗 对 你没见过吧 这是把我们后面那些个干花抖了下来 放在这儿了吗 不是不是不是 刘大厨你看 他真是有点像干花了 哇 他这个香气超级浓郁 嗯 就是他闻起来呢 是葱味 看起来呢像干花 然后捏起来呢 特别的松散 特别的松散 然后你再详细闻他的话 也有点那个韭菜花的那个香气一点点 香气对对对 哦 它这个麻麻花 自带的这个气香味 油里边一加温它会 它更香的吧 对 我天呐 需要什么油吗 红麻油 也是咱们常说的这个鸭麻子油 先下色 对 这个蒜炸得微微黄的时候 然后下入葱花 在这个葱花跟蒜 都微微发黄的时候 哇 就是这感觉 香气一瞬间就被逼出来了 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麻麻花 咱们山西经常都做什么菜啊 我们山西经常做一些这个 连拌了这个土豆泥 嗯 还包括我们的这个 拌这个猪头肉 就这么轻易地把它就倒进去了 对 我天呐 哇 现在最后一步 我就给大家和你调一下味 盐 胡椒粉 早饭的鸡精 再放入我们的这个韭菜花 哇 这是一个重口的早餐 对 朋友们 往小米粥里面加菜 加面 这个事儿 我们都能忍 山西人还可以往里面加醋 要么就是说这个 山西人打翻了醋坛子 对 是吧 早上一个粥里面都要加醋 咱们山西的老陈醋 贾大哥一闻就知道是几年呢 五年的老陈醋 我们的获得饭就真正地做好了 来吧 咱们尝尝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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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 我刚才吃了五口 每一口的食材的味道都有区别 一口可能吃到了南瓜 另外一口可能吃到土豆 再一口吃到面了 然后它整体都是在这个小米粥里面 吃了 吃了 对 但是你发现这个麻麻花哥里面 还真是味道不一样 五连六度的陈醋 它里面只有香味 它真不酸 只有醋的香味 吃完之后 它里面有小米 对 又有面 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的菜 对 它整体来说比较稠 对 吃完之后我们肯定就是抗饿 对 这个感觉 主要是在冬天的时候的暖身子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对 我吃完这个霍子饭给我的感觉 就是很多食材豁得一块 然后各有各的这个味道 想象一下冬天 然后在花北这么冷 干冷干冷的 我喝完这个之后我身体暖了 然后我再出去上班干活 我觉得特别好 你看不见我就穿短袖 还真是的 对 是吧 我们大冬天我们都恨得多穿几层 您这穿短袖 因为我每天都喝霍子饭 身体倍儿棒 是吧 吃麻麻香 对 就这感觉是吧 或者饭的制作步骤 开水锅 下小米 水烧开后 加入南瓜 豆角 土豆 胡萝卜 熬制20分钟左右 高筋面粉 高粘面 制成面团 用小麦面团包裹高粘面团上 上下 擀开 擀切成面条 放入熬制好的粥中 油锅中 炸蒜片 葱花 加至金黄 加入麻麻花 炒鲜 放入霍作饭中 再加盐 鸡精 胡椒粉 酒花溅 醋 调味即可 在这儿给您画重点 加入麻麻花 味道会更香 刘大哥现在给我们做来自于他们老家的早餐 拐子饭 没错 其实拐子饭它是哪儿的特色呢 是隋州 它是四宝之一 隋州离武汉比较近嘛 这拐子的意思实际也是大哥的意思 也是尊重别人的意思 那我以后不叫您刘大哥的刘拐子 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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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对 没错 这个拐子是选用猪身上的后肘 你看这就是后肘嘛 后肘是这样 看 给它接上 对不对 就是猪蹄 加上拐子这一部分 对 是吧 再往上就肘子了 这个拐子这一块 它的部位上面是没有骨头的 它只有皮和筋 所以说卤完那个胶子特别浓 特别稠 然后吃到嘴里面要有三种感觉 软 烂 糯 对不对 期待 做过水吧 我们先调个卤汤 然后我们把开水先烧的 我们把卤汤里面加点香料 辣椒 辣椒 放点桂皮 丁香 八角 白口来的 我们刚还在说人家山西早餐 加的食材多 我觉得您这不是多 您这个应该叫 哼哼 哼加 我们先给它加点生抽 然后调个色 来点老抽少来一点 加盐 对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炒糖色 我就不明白 早餐咱们要花多长时间来做这一顿 其实啊 这个在隋州啊 每一条街 它都有一个做拐子饭的小门市 这个卤汤啊 它实际是每天往这个汤里面啊 去加水 去调味 去调颜色 把那个猪拐啊 洗完了以后直接往里弄 把它卤出来就可以了 对 很简单 也就是说其实有的东西可以提前预制 比如说这个拐子提前做好 对对对 来点油 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湖北 人们早上起来过早 是特别郑重其事的一件事 对对对 就靠早上这一顿 不吃肉那没劲 嗯 炒糖色呀 那冰糖炒也行 那白糖炒也行 我感觉冰糖炒出来颜色 比白糖是颜色好一点 然后更亮一些 更亮一些 然后还可能在甜度上面 不一样 我们今天炒的 不要给它炒那么老 因为我们要把那个猪拐啊 在锅里面 给它也一块 跟它糖一块炒 让这个颜色啊 上到这个猪拐上半斤 对 下几点 拐子整个放在里面 对 我们去炒它 边炒它 这样我们炒两吧 好 给它煎一煎 其实这个不像北方的红烧 上那么重的颜色 对对对对 对吧 因为它待会儿入汤吧 对 一层明亮的薄薄的颜色就可以了 对 所以大家就想象一下 就是在冬天 南方特别湿冷的时候 早上起来 然后你过早的话 哎呦 就是每条街每条巷 都有一个热气通通 这么一个拐子 对对对对 早起一个大锅 这么大 一炖炖一锅 往来一放 小煤火 给它 烧的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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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猫的泡 整条街都是拐子 对对对对 对 现在看到了吗 这个颜色看 虎活色 对虎活色 现在已经了 好可以加开水 早来一点 倒 把这个糖溶解完了以后 把水烧开了以后 直接倒到这个卤锅里面就行 把它去煮它 好 我们加点葱姜 搁里面也可以 隋州都这么的豪放 对 我们这样给它炉个 两三个小时就可以 那隋州当地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拐子饭的情感特别深 有没有就是一些个俗语什么的跟这个相关的 有啊 都洗袖子加油干啊 古今加油拐子饭 比如说还有刚刚提到说拐子是大哥的意思 拐子来了吃拐子 吃完拐子做拐子 哇 其实在隋州啊 一道这个小菜 很受欢迎的 搶个豆芽 我们来点油 放两颗花椒搁里面 这个花椒啊 咱们一定要让它稍微变色 要不然这个花椒的味出来 没有别的绝效 忘火速成 我们加点盐 来一点点生抽 烹点锅边醋 好 可以出锅了啊 好 我们这边可以加这些菜了 这已经到了两个多小时了 好 两个多小时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豆腐结 给它放进去 放几个偶片 这个海苔结 山西人就会说加点面吧 接着给它卤个 这个四来分钟 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也差不多了 素菜也可以了 好 准备出锅了 准备出锅 它在串到 简直到一边 叮动均匀 是 总体而言还是以咸鲜 对 偏辣为主 没错 大口吃拐子什么感觉 肺蛾不利 出去当拐子 是吗 我只能说贾大哥 你懂谁说了 想想看南方比较阴冷的早晨 这么一个带着汤的 又有点辣的 然后又有这么多肉 大块躲移的 一定能够让你饱腹且感到温暖 大家现在不也有一句话吗 早上要吃好 中午要吃饱 就这个小菜真的是太下饭了 就是说一开始 如果大家还担心说 我在吃这拐子的时候 有可能有点太油 太油烈 太肥 对 但是小菜马上让你开胃了 是吧 素菜非常非常的入味 有肉味 但同时也非常非常的解腻 很下饭 尤其是浇了那个圆汤之后的感觉 咸鲜微辣 对 今天给大家提供了 南北凉成早餐 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特别管饱 特别慈式 对 无论是食材用料 包括它们食材的搭配 就是为了在 无论南方的湿吻 还是北方的肝腾 早上吃饱饭 咱们撸起袖子 加油干 对 谢谢 谢谢两位 拐子饭的制作步骤 锅中加水 辣椒 桂皮 丁香 八角 白蔻 生抽 老抽 盐 熬至卤汤 另起锅加油 冰糖炒糖色 加入猪拐 煎至微黄 将猪拐倒入卤汤中 加入葱 姜 煮两小时 再加入豆皮 藕片 海带 卤十分钟即可 在这给您画重点 炒糖色制小炮式 加入猪拐 色热更亮 生炕豆芽 锅中烧油 花椒 炒香 大火翻炒豆芽 加入盐 生抽 即可出锅 在这给您画重点 出锅前加入锅边醋 味道更香 你知道吗 就是山西人对于一种小米粥的情感 有一次呢 我去山西到一个乡村了 我在门口问老爷爷路 老爷说年轻人这天这么热 可不可呀 我说有点可 他去我们家喝凉的小米粥 就拉着我进去 我喝完之后 就嘴上一层那个油 我到现在为止都忘不了 就是那个亲人心脾的 那个解渴的感觉 就是喝小米粥的那个解渴